你好 石海青 石海青 68岁 离异 退休金4000元 家住交合 住房面积81平米 石大哥告诉红娘 她这个人挺注重着装的 她日常的服装 这都是西装皮鞋 家里最多的就是衣服和鞋 这么喜欢白鞋呢 我就喜欢干净嘛 你看 这不都白皮鞋嘛 我的鞋好像下辈子都穿不了 我买太多了 这都是品牌的鞋 我这衣服你看看 我看看 哎哟妈呀 裤子有30多条 你这龟熟的也太利索了 你这个裤子都是按颜色分的呀 这都比你自己那俩熟细的呀 对呀 这个我就夏天穿的嘛 这边都是西服了 这都是西服 都是钱色的 这个西服 这都是 这平时要出席什么场合吗 西服这么多呀 从事一辈子教育工作吧 就养成这个习惯了 文艺师表嘛 原来呀 大哥这么多的西服正装 和他从事的职业有关 他从19岁开始 就做了一名人民教师 从中学毕业之后就是 就开始明白老师在农村 我那个时候有上学的机会吗 我那属于工程兵大学生 属于那个平下中能啊 推荐啊 那个属于保送的 有些那时候上大学 在农村就和现在不一样 那都赶上考状元了 靠着自己的努力 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 大家的推荐 让石大哥获得了继续上学深造的机会 大学毕业之后大哥也没有忘本 为了回馈家乡 他放弃了更好的工作 选择回到了焦和煤矿第五中学 继续做一名人民教师 完了毕业我就 那个我们那个校长说你上哪去啊 当时我条件挺优越 那时候省没完就就11个名额 就有两个名额我都能去上 我这些同学说就你这个学历 就是论证排队排号处长都排到你了 从小这个老师我就 就崇拜这个老师 应该是老师是教书育人嘛 完了上完大学之后回来还是老师 在焦和煤矿第五中学做了15年的人民教师 就在这时距离焦和煤矿60公里的偏远地区 有一个校长的空缺 很多人都不愿意去 为了让偏远地区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 石大哥毅然决然的担起了这个重任 石大哥告诉红娘她就是从农村出来的 她深知这些孩子想上学学习有多么的不容易 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能够走进校园 石大哥除了做好学校的管理工作之外 还在生活上给予他们无私的关爱 因为家里那个时候农村挺困难的嘛 孩子多 特别小姑娘就不要念了 我说这孩子这么点十几岁 你讲来社会主义劳动者得有文化 你没有文化讲来集结化你怎么搞啊 你孩子必须给念书 我就去做家长工作呗 像我们那个 离我们学校三里地那个团的 家长也不同意 没有钱呢 那时候我工资也就是挣100多块钱 买书 书我拿钱给他们买 石大哥为了让这些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 并没有白白付出 他觉得很欣慰 从事教育工作将近20年 在工作上得到了同事和领导们的认可 获得了同学们的尊重 但是啊大哥告诉红娘 她的婚姻让她受尽了委屈 我在二小的时候一个老师一块小点地 六个老师不中了 我连我的七块地 缠一天地啊 那就连背一天挺累的啊 胳膊哪都疼 哎呀那个朋友说你买点酒喝 你喝酒就解剖了 我回去喝那么那五千那杯 一杯到两杯 喝完酒我也不刷酒放 也不像那墨迹啥的 我就睡觉了嘛 就我那前妻她能起诉你去 那个男的我说你用啥离婚呢 我那前妻是她喝大酒 那她问你喝多少酒啊 我说你问她吧 她不自声啊 我说我在产地背地那一个月 我喝一斤酒 不产地不背地 我一口都不喝 你说跟别的媳妇师傅 我给你买点酒 你喝着姐姐好 我给你什么土豆菜 什么白的菜 我给你炒点 她不但不给你整完 她就她起诉你去 麻将 我一年也就玩个一次两次 偶尔就玩一次两次 她要看着了开门就骂 第二天传票就来了 就起诉你了 前妻任性的性格 没有让师大哥感觉到家的温暖 因为一点小事 前妻就要起诉和他离婚 也让大哥觉得委屈 但是啊 他并没有选择和前妻分开 他觉得组建一个家庭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哎呀 我觉得这二十年吧 过得也挺苦啊 就这二十年怎么过的 我的朋友说你过二十年 我二十天都过不了 我觉得离婚嘛 不是一个光彩的事情 啊 所以离婚 组建一个家庭也不容易 后来我就跟我姐姐 我当时跟我姐姐一起 我姐姐就对眼泪了哭了 她说这么多年也不知道 你受这个委屈啊 回去赶紧给她收回去 你俩上离婚得了 我那个内地来了 说我二姐 啥让我知道结婚 那个 你只要被打了就行了 你俩就离婚吧 1997年 石大哥和前妻分开了 离婚之后 他独自抚养两个孩子 女儿也很争气 考上了大学 1998年 为了供孩子读书 石大哥迫不得已 放弃了 他从事二十几年的教育事业 选择提前退休 除教育就是生活所迫 就是开的太少了 那个时候大学不就自费了吗 嗯 自费一年 没有一两万块钱 供下了一个孩子 我98年我退的休 我才460块钱 就生活都 见过那孩子 供孩子上学之前 我就下海经商过 啊 我对煤炭 这个 煤炭矿的煤炭我比较熟悉 我就 往吉林 倒倒煤 为了孩子 从人民教师 变成了一名商人 两个跨度这么大 多大的行业 石大哥最开始 也吃了不少苦 挨了不少累 最累的时候呢 就是我刚开始 我自己 自己卸煤 没放个装 我不带端工 我给这厂送去 我自己个桥表 没给他卸 那一车煤十四五吨 你卸那车煤得好几个小时 能给卸完 那个时候 腰腿哪多疼 也不太那么容易 嗯 我吃的苦挺多的 嗯 但是为了为了孩子 从1998年到2008年 这十年的时间 石大哥慢慢摸索 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付出 也得到了不小的收获 看来将近十年吧 这十年没 没天天做 嗯 我凡我没挣到大钱 也就估一圈 没有一百万 也这个六七十万吧 七八十万那样的 做过教师 当过校长 后来又变成了商人 多种角色的转变 也让石大哥觉得累了 2008年之后 石大哥彻底退了下来 冬天在家附近 打打乒乓球 夏天就去农村 种种地 回归田园生活 自己还种点小葱 嗯 这我摘的葱 退休了我每天 我就没样事干呢 就去种点小菜 绿水的 没有化肥 没有农药 我也愿意种 就愿意对这种感兴趣 啊 所以我是一种爱好啊 石大哥告诉红娘 离婚后的十年 他要赚钱抚养孩子 没时间考虑个人问题 最近这十年 也有人给他介绍 但是上一次失败的婚姻 让他一直不敢再找另一半 现在年纪越来越大 亲戚朋友都惦记着他 他也开始考虑寻找 下半生的幸福了 石大哥想找个温柔 善解人意 有素质的女人 红娘想到了家住长春的 官畅 官大姐 来来来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官畅55岁 丧偶 家住长春 住房面积70平米 官大姐告诉红娘 她1990年就开始下海经商 同商几十年 现在也没有停过脚步 和红娘见面的地方 就是她现在做的一个 关注健康管理的工作室 这是我们做那个健康产业的 然后这个咨询的一个地方 嗯 这个是个会议室啊 对 这个是我办公室 你人工都没来呀 今天周日都放假了 放假了 下边是工作人员大概是五六个吧 算下都是外勤 最有的比较多 你都负责管理的 在哪方面呢 负责有的时候 我是跟那个公司对接嘛 嗯 有的这个事物 包括一些咨询的 健康问题的 包括文养师等等一些给解答 大姐说啊 她的工作室是半年前刚刚成立的 她说成立这个工作室 并不是为了赚钱 她觉得做事是延长一个女性生命最好的过程 我现在的工作就是 不是说马上赚钱 我不是赚钱的年龄了 我在这个闲暇的时候 结交很多的好朋友 然后我们在一起共同探讨 我们热衷的话题 创业的时候已经过去 现在就消遣有事做 我认为做事是延长一个女性生命最好的一个过程 一般到了关大姐这个年纪 很多大姐都会选择出去旅旅游玩一玩 享受一下晚年的生活 那她为什么在这个年纪 还选择出来继续从事她喜欢的事业呢 大姐说啊 这和她年轻时的创业经历有关 而且为了创业她做过很多尝试 我最早是人民教师 你是老师啊 我是教舞蹈的 教舞蹈的呀 该不得身材这么好呢 是高老师啊 对 我90年我就是离职了 那时候就要下海开始办学 干了接近五六年吧 然后就又走行 走行就开始做传媒 我就觉得好像是早八晚五的 没什么意义 我这个性格是活着什么 活自我的 为了活出自我 关大姐放弃了之前稳定的舞蹈教师的工作 开始下海经商 最开始自己办了舞蹈班 后来又做了传媒公司 这些都是她喜欢的工作 但是那时候传媒艺术行业并不是很景气 做了几年的尝试之后 她觉得想要创业 并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做了 我就认为什么随着世代的发展 不能按照自己的爱好去选择职业了 那我还做了17年的建筑行业 你还做建筑啊 这叫什么 说全称叫大理石翻新 我摸到石头过河 这样整整完了以后还挺好 那个时候也从经济利益来讲 也赚了点钱 年生物怎么着也得一两百万吧 这次大跨度的行业转变 虽然在收入上给大姐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回报 但是大姐说呀 在这一切的背后 是她付出了不为人知的辛苦和汗水 与此同时 还有一个人一直在背后 默默的支持着她 大姐告诉红娘 她的丈夫不仅在事业上 给予了她很多的支持和帮助 同时也是她的精神支柱 两个人感情非常好 她的丈夫是个特别浪漫的人 结婚有孩子最后 我第一次没在家里住 早晨这个醒完的时候 电话就过来 我早就接 她说呀 那谁呀 快快接电话 你家王来电话了 我一接电话 我说喂 就没声 没声我都听了 对面就是传来邓军的歌声 三年 她说我想到了第一次你离开我 在外边过夜 就第一次就第二次 但是我不希望永远的离开我 到外边去住 所以就那时候很感动 所以用嫂的话 你们这个爱情 我只是看电视剧看过 真的是这样 她们的爱情故事 就像是小说里的情节 羡煞旁人 两个人就这样恩爱的 相伴了32年的时间 在2017年 她的丈夫突发心脏病去世了 丈夫的突然离世 一时间让关大姐难以接受 她一直都没有再找另一半的念头 但是为了不让儿子担心 她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原来定性是 这辈子不再找任何男人了 男人由于孩子这个 对我的一个理解 经常劝 妈你必须得有伴 我就是本着这个孩子的心愿 让他少分一点心 如果再选择这条路的话 我就是寻个伴 最重要一点 还是非常在意我的人 我是这个想法 其他的什么物质条件 这些东西在我的眼里 不值钱 没有用的 了解了大姐的情况后 红娘觉得 她们两个都是契教从商 有着共同的人生经历 大姐虽然在职场上做的风生水起 但骨子里还是一个温柔的小女人 这也符合石大哥的择偶标准 于是红娘带着关大姐来到了交合 不知道今天两个人能否通过我们原来不晚 遇到彼此的缘分呢 广告回来 咱接着看 家住交合的石大哥做了二十几年的人民教师 后来契教从商 这和家住长春的关大姐有着相同的人生经历 大哥想找一个温柔善解人意的女人 陪伴自己度过人生的后半段 在这一点上 关大姐也符合大哥的择偶标准 于是红娘带着她来到了交合 不知道两个人见面之后觉得对方如何呢 都给我 来 谢谢 来 好像这一年这两天是最冷的 还有明天一天 三九四九嘛 你们简单介绍一下 你好 这是关大姐 你好 你好 这是十几年十大哥 你看大哥穿的金五景山 今儿 后面见大姐换了一身西服啊 对啊 帅哥 帅哥 好 还可以感觉 给人的不是说年轻老老成的问题 而说有没有那种就是跟我之间那种亲和力有 有没有啊 还挺会懒生的 太可惜了 性格也挺好 很阳光的 这是厅吗 这个是厅 这个是厅 这个是南卧室 看看这个卧室 这个南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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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家很干净 是不是 你瞧大哥的衣柜 哇 哎呦 你看这这裤子 是不是啊 这全都是西服啊 你看 哇呀 哇 这各种各样的啊 不同场合的 嗯 哎呦 真好 哎呦 我就想啊 就我们这个女生 都做不到这一点 这时候多感情多利子啊 她都病得该造女人了 哈哈哈哈 自乎把自己造得很好 说这个人生活还是蛮有规律的 看出来啊 因为看一个家只能看到她的一个日常的一个习惯 两个人见面之后对彼此都挺有好感的 大哥整洁的衣柜和家里的生活氛围 让大姐对大哥的好感度逐渐提升 这好感度上来了 大姐对大哥也越发的热情了起来 主动对大哥表示赞赏 看到大哥家里种了小葱 还主动找起了话题 那是葱吧 对 那是葱 那是葱 你看 我办公室里面是不是 我那个花去掉了 摘葱了 今天葱贵啊 十块钱一斤 葱我自己种的 是吗 小葱自己种的 我也自己摘的 我在车上跟小五说 我说你那什么人人多 尤其男士多 给我找一个农村的 我想过一把田园生活 那不和我自从道德吗 我也向往田园生活 听到大姐主动说到他想过田园生活 这和大哥现在的生活状态 简直是不谋而合呀 十大哥赶紧向关大姐展示起了 他自己种的有机蔬菜 完了我这个门关里头 我就 我种的那个田玉米 嗯 纯绿色的那个田玉米 你看 鸡米呢 哇 好像一看都好吃 真绿色的 都有香味啊 真好 真好 冬箱里的菜 这都是我种的 这个白菜 你看那个白菜 哇 真好 都是我种的 这带大包的吗 这个萝卜也是我种的 哈哈 拿走 胡萝卜也是我种的 我啥是福 我能吃这不是農耀化肥的菜 这才叫福饭 这都是山菜 哇 山菜 这山菜 这就是爱生活的人 哎呀 真好 你说一个男人能把 这个夹锅成这个样子 真不错 羡慕 热爱生活 懂得生活 又能把家里的一切 打理的井井有条 这石大哥真是哪哪 都让大姐觉得满意啊 这位大哥也是看这个时间了嘛 嗯 然后那个 现在不是有疫情嘛 咱在外面吃饭也不方便 是 就在家坐着 让你尝尝他的手艺 那我慌慌啊 大姐做饭也很好吃的 吃吗 哎呦 别蹦了 快做饭啊 啥呀 准备下半辈子 就是想腐腺的 不做饭 不会做饭 我做 哎呦 我会做 哎呦 我会做 哎呦 关大姐热情阳光的性格 也打开了石大哥的心扉 大哥主动请应 这以后俩人做饭的事啊 他全包了 石大哥也是个贴心人 主动帮着大姐戴上了围裙 这太多了吧 吃不了的 我切一半 切完份的 切一半 要上半步 对 下半步不要了 要 还能吃一顿是吧 好了 大哥我告诉你啊 下次再分开 吃不了的话 像刚才啊 我这样披 这样头和尾 我们哪次都能吃到 对 要不然你观生美了 对 完了头出去了 是吧 你这个河里花建议还好 还好 下次采纳啊 这样比它分开那 留一半那一半 我是着急 我也知道那么做 但是我太着急了 他这个 对家务啊 是个内行啊 现在我帮我炒一下 西南蛙喜欢炒好吃啊 炒一下半木耳 可以 然后炒的时候放一点盐 这样的西南蛙会 它绿哈 更绿 嗯 做家务也是一把好手 一看它你看 它那个木耳拿出来 它被水灯一灯 那个炒西南蛙搁点盐 这个我也知道 但是我总忘 你看它知道 炒西南蛙搁点盐 那个盐这个西南蛙就是绿色的 做饭的时候 大姐简单提到了两个小建议 都是来源于生活的小常识 通过这两点 大哥认为大姐是个居家过日子的好女人 大哥对大姐的好感度也在逐渐提升 他主动介绍起了之前的工作经历 在19岁就开始当教员 在农村当了三年名棒老师 当完老师之后呢 就上大学了 上大学毕业了 学习专业也是师范专业 也是 我俩都是师范 大姐原来也是师范 我也是师范 嗯 大姐想不就想找个老师 这样的人的品位 有品位啊 那个 有素质啊 嗯 你 刷烙热壳 怎么烙一块去 大姐像啥老师啊 教音乐的吧 哦 差不多 差不多 教音乐 你看他的这个身材 这个体型 哈哈哈 不能教体育吧 我不教体育啊 搞错了 加莱 哈哈哈 你现在就跑偏了 教音乐真偏 教音乐 舞蹈 舞蹈老师 舞蹈 是的 舞蹈老师都身材好 在一个身体也非常好 经常锻炼跳舞 两个人都是教师出身 石大哥还说 他就想找个教师 有共同语言 石大哥在这一方面 又给关大姐加了一分 大哥觉得对大姐挺满意的 就是不知道关大姐 在不在意她的年龄 你今天年房几时 55周岁 然后过了这个年56 年龄我是太可惜了 我就怕她 是不是我比她大一群 不是人家有什么想法 我比你长 13岁 这个年龄你不介意吗 年龄这个问题 我比你长13岁 13岁 这个年龄你不介意吗 年龄这个问题 好像是不是最主要的问题 关键今天人活的不是实际年龄 活的是状态 对那你看我年龄呢 我看你像50多岁吧 像50多岁 嗯 给的怎么样 满满意 我今天晚上 本来不喝酒 我今天晚上得喝一杯 听到大姐说 不在意年龄这个事 石大哥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 但是心里长长的输了一口气 到目前为止 他们俩对对方的好感度都挺高的 不知道俩人吃饭的时候 会有着什么样的新进展呢 尝尝西发的牛 拿一块 跟嘴里吧 哎呀 好久没有想说这样在你了 是吗 太开心了 嗯 很开心的 今天呢 我不能确定就是我们未来是什么样的关系 但是我希望也期望着未来有一个温暖的家 就是彼此之彼 我会给你的 你脚好太快了 哈哈哈哈 饭太上桌了 大哥有点耐不住 他对大姐的喜爱之情了 坐下来就向大姐表白了 大姐除了觉得开心之外 值得两个人还是在各方面多了解一下 于是主动问起了大哥的婚姻问题 哥哥自己独立啊 就是自己单独生活几年了 快二十年了吧 二十多二十多年的 对分开二十多年的 但是我就为了孩子 我就是没有时间去做老伴 但是我也害怕不敢找 这个老伴不是那个管得太严了 我觉得我能找一个妻子的 尊敬自己的丈夫 丈夫疼爱自己的妻子 有一个问题是都包容一点的 是不是啊 都不是什么原则问题 卖事物都是一个理智当写 当然了回家过日的功能奖礼 是不是大哥 对家不是奖礼的 家爱的地方 那个通过这个了解就进了一步 对他的这个认向 我特别的觉得可信 也是我理想向往的办理 和非常善解人意 家是假爱的地方 彼此相互理解 尊重和关爱 才是夫妻长久的相处之道 大学的这一番话 彻底打动了石大哥 大哥说呀 这就是他想要找的女人